假设各位对跨平台的这种有需求的话 你可以找MySQL 这个大概相对没有 或者用Oracle也可以 因为也有人用Oracle 其实差别就只有差一个地方 差大概两个地方 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Inport有没有 我们原来是Inport什么 Inport是SQLite 3 因为是用SQLite 3这个模组 帮我们去连结这个SQLite资料库 但是因为现在不是SQLite 3 而是这个MySQL 所以你必须要 第一个你要有装这个东西 这个装要额外安装 至于要怎么安装 后面我们会讲到 我会教各位怎么去安装外户 就是在可能Python的那个server上面 它有提供这个module 你只要把它下载 安装之后 然后Inport就可以使用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因为它不是单机 它是server 它是伺服器 等于是说 每个人 每个人都可以连线 连线上去 比如内部网路 所以会有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第一个你要告诉他 你的那个IP位置 是哪一个位置 比如说你那一台电脑 内部网路一定会有一个IP位置 OK IP位置192.168开头 然后后面的话 你要跟他讲 你的IP位置 或者是说你的host name 就是你的电脑名称 server名称叫什么 也可以 另外的话还有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就是你的user user的话就是账号 将来的话 当然管理者通常是root 我这边只是示意 这样如果说你 假设管理者 你开一个账号给别人 你可以给他一个账号名称 后面的话就一个password 就是它的密码 OK 所以这样的话 它可以连到你的资料库里面 也就是说权限可以去改 比如说它的权限 只能针对某个资料 资料表 其他都不行 这个资料表可以给他权限 只能读取 不能写入 不能修改 OK 比如说它的最低等 它就只能读取 比如说它是一般user OK 只能捞资料而已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要去 还有它的db db的话 就是说你的资料 这个你的资料库 名称叫什么 资料库里面 还可以建资料表 另外的trust say 就是它编码方式 预设如果utl8 你就加utl8 其他的话 大概都差不多 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可能会 比较会有问题 其他的话 大体上 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地方 黄色的地方 我有特别 红色的字 在siccify好像叫integer OK 那这边的话 就要叫int 它那个资料形态 名称这个地方会出错 其他地方好像都OK 我有试过 其实这都连线 而且架设了 然后怎么去做 细部部分的话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而且甚至可以接受远端连线 你只要加一个新的使用者 然后呢 使用者给他一个 这三万设定的话 就可以连线了 OK 底下的话 这边有相关的sample code 如果各位要测试的话 不过前提就是你要先架一个 mysiccify的社会 架设的方式的话 其实各位可以参考上面这个部分的说明 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明不太详细的话 如何架设这个什么sample这个 其实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或者是说 或者是你可以找一下 找我的那个部落格 我记得我部落格里面 也会有一个蛮详细的说明 在php的懒人包 这个 因为sample主要是针对那个架设 那个server 就是web server 就是网站的伺服器 OK 那里面的话 其中有一个这个 有没有 这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 打造php 与mysiccify环境 那里面的话就有比较详细的步骤 OK 甚至好像这边有影片吧 你们如果假设 需要把这边彻底了解的话 可以到我的部落格里面稍微看一下 OK 好 大概是这样 如果后续有兴趣的话 因为上礼拜刚好同学问到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你觉得 sicco line资料库不够的话 那你可以 第一个 你可以用mysicco 不用花钱 第二个 当然如果你们公司叫Oracle或mysicco 其实也差别就是第一行改一下 imput 也许我们是sicco line3改py myseql 然后应该有pyOracle之类的 因为之前有同学也是Oracle 他们公司叫Oracle 他也是改第一行 其他都没改 都可以让得很顺畅 OK 所以后续的延伸请各位试试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这个 如何把 把这个编号部分 这个member部分 把它放到资料库 那也许我们大概这样了 放到资料库之前 你要先把它读进来 读到python里面 把它print出来 我们先可以看到 等到看到之后的话 再结合什么 结合上个礼拜的 insert into 新增到资料库 可能你有一块不会 没关系你就把那一块找到 然后把它拼上去 就会得到你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记得吧 也许你就尽量去找那个 每一块每一块每一块 记得我建议你就是把它自己再整理一下 整理成那个 你将来可能会用到的那个什么 笔记啦 或者什么什么懒人包之类的吧 反正以后这个这一段就是用什么 这一段做什么 OK 那以后的话你就套用着来用 其实基本上会比较快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真的要找一个 从无到有要找到你要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麻烦 即便给你找到 网络像google到 但是能不能run又是另外一回事 OK 有的时候找到的 但不一定能run OK 即便能run也有bug怎么办 OK 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各个各个击破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如何把这个档 所以第一个把它下载 所以我已经下载到哪里 下载到我们的那个 就是下载区里面 这边有个member.tst 那第二个的话先确定一下 另存新档一下 它是UT28 OK 那有这个UT28的话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直接读进来 那程式的话该如何撰写 其实之前有写过啦 所以我就在我们的那个 这个module里面 也许我就再复制一个吧 叫member 新增资料 这个member 然后我拿什么 拿上个礼拜这个新增资料的这个 这个来做修改 那修改哪些地方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先把上面先注解一下 那底下的话就是什么 我去用什么呢 用open的方法 open之后的话呢 把那个我download的这个路径 其实我就把那个download 这个上面的路径 把它复制 贴到这边来 然后后面的话就member01.db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档案的话 我就给它我要的路径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r ok 另外的话因为它这个 这个档案是utv bar 所以记得最后面 需要给它一个encoding 等于utv bar ok 否则的话它会出错了 再来的话 一样把这个 所有东西先读到一个list1里面去 ok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 当然我们这个 我先把它print好 ok 我是建议如果说 你实在是不太知道 读进来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把它先print 它会帮我怎么样 一行一行的读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结构一定是第一笔 第一笔的话index0 所以0的部分的话 这个可能就不要 因为insert into放资料库 这个当然没有要放进来 所以通常会从1开始 从1开始 然后它每一个部分的资料的话 它读进来 这样就是一笔 之后的话还要做什么呢 把它切割 这个sprit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最后这边有一个 这个换行 所以把它全部 所以我底下的话 你就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这前面写过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从第一 为什么从第一 因为我的栏位名称不要 到最后一笔 ok L1跟整个list 然后做什么呢 读进来 读进来做什么 再用一个方法叫sprit 这个前面讲过 就是什么 做切割 切割什么呢 切割这个豆点部分 然后放在哪里呢 放在list2里面去 所以特别说 这个list2里面的话 基本上切完之后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一个 所以你假设 假设我这边把这个list2 print出来的话 那它就会是什么 就会是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它就会像这样子 那当然你会发现我已经避开了第一个资料嘛 所以呢第一个资料就是那个栏文名称 不过最后一个资料 这个可能要把这个strip掉 有没有 然后呢总共有50个会员 那目前的话呢 就分别放在哪里呢 放在list2里面 然后它是一个一个的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要取得什么 list2里面的第一个资料就0 list2的什么呢 中瓜湖有没有 然后0 这个是中瓜湖1 中瓜湖2 3 4 4的话呢 这个可能要把它strip掉 OK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它最后 再先输出好了 所以输出的话呢 我们就是像之前讲过的 我可以用format print什么呢 因为我要输出 假设吧 我希望把这资料一个一个帮我输出 然后总共有5个资料 所以5个资料 我就用5个大瓜湖来表示 为什么呢 后面的话呢 就是用format就可以了 所以printer 一个logo一个坑 我希望帮我把list2 刚刚放在串列里面的东西 放在前面的大瓜湖里面 然后呢 中间帮我加豆点 那如果为了你不要豆点 你也可以改别的符号 都没关系啊 然后呢 后面记得用什么 用format 特别注意啊 format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format不熟的话 以后你要把它放资料 固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OK 但如果你会format 其实简单多了 那你要放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就是放什么 放list1 就是那个编号 所以list2 这第几个呢 第1个那就是中瓜湖 0 就是第1个嘛 豆点的话呢 当然就是list1 然后第1个 当然这边的话就是1 OK 然后再来2 总共会5个栏位啦 所以通常的format是1234 OK 然后分别把它改一下 我习惯复制之后把它改一下 1234 那因为最后那个 它会多那个什么呢 那个换行的符号 所以点什么 点strip strip掉之后什么呢 里面的那个换行符号 所以反弦线N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刚刚是放串列里面嘛 那我现在的话就把它print 这个结果出来 这个时候的话呢 还有个后刮符的网 有没有 这个刮符啊 这个刮符是format的刮符 这个strip的刮符 所以刚刚露了一个啦 露了一个print的大刮 后刮符 OK好 执行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list2里面的东西啊 它就会逐格逐格的帮我print 那你想说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呢 待会我要把读档 跟insert into结合 那怎么样结合啊 诶 这辈子哦 所以第一阶段呢 请各位先把那个哦 读档部分先搞定 那其实读档哦 不外乎就是这两行啦 其实你会翻这两行 啊加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基本上就三行嘛 OK 就是读进来之后呢 给它范围 OK 然后不包含第一个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切到这12 在这format什么 总共五行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上面的这个注解开来了 那再来的话你要观察一下 诶 第一个哦 我如果把这个跟上面的结合哦 那怎么结合哦 一一一样建资料库 资料库名称如果你不改没关系啦 你就把它放一起也可以 或者你换一个名称也没关系啦 反正这个要新开一个或放在一起都无所谓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有资料库了 OK 假设不改了 有资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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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英文的 用中文有时候会有那种乱码或者充码的问题 但有时候你要想那么多名称好麻烦 所以后来我刚想了一招 就是你可以模仿什么 模仿那个Excel Excel不是A栏 B栏 C栏 D栏 所以五个栏位我不想 反正我就一个D栏 就叫他什么呢 叫A栏好了 OK这个叫A栏 不过你可能要自己知道对应关系 A栏 B C D E OK 最简单 所以如果你要建栏的话 你实在不想要想哪些栏位名称 OK你就是什么 A B 然后再来是吧 C C的话就放后面 C D E OK 然后用复制的OK 你可以用Ctrl C Ctrl V 或者你可以像我这样拖拉 按Ctrl键拖拉放开 它就会自动帮我复制了OK 然后这边的话你就是再加一个A B 这边的话就是C 然后D E OK 那如果你实在后面的形态名形态 知道的形态你实在是 懒得去变更的话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你就用这样也可以 但缺点就效率差一点 但如果你要严谨一点的话 你就要去想说 这边到底可不可以改什么 编号理论上全部都数字 所以我可以怎么 可以把它改成数字 OK那数字部分的话 我上一半有跟各位讲过好不好 其实呢 它的数字形态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 可以看到有没有 叫做Integer 所以你可以把后面不要用Test 你可以用Integer 把它换 字换一下 比如说这边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Integer OK A栏比如说Integer 那B栏的话 假设用什么B栏的部分 我们用那个姓名 好像用文字 那日期 这个生日的话是日期 日期时间 然后这个血型应该也是用Test 这个手机的话 因为它有这个简的符号 所以你也不能 不可能把它当数字 所以理论上还有什么 C 可能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改什么 日期时间叫Date Date time OK 你可以把它取的形态名称叫Date time 它放进去的话 就会把它当日期时间来处理 OK 那一样建立一个 所以上面是把它放 一样的资料库里面 然后 这个部分是建资料表 可是问题来了 再来的话 我要把刚刚读的东西 Insert到里面去 所以 待会的话 后面关键地方 如何把这两个之间结合在这边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第一个 先把它读档 第二个的话 再把它做建立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 再来的话想想看 把刚刚读的东西 如何全部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其实也是跑个围圈 insert into insert 一直丢一直丢就对了 OK 试一下 我是建议 以后这些东西可以当范本 记得会不会改 看得懂最重要 不要说连看得懂 看得懂的能力都没有 那当然 你这样还用 当然更不可能 不过用的话 还要记得要有范本 我发现同学最常发生的问题 就是自己写真的写不出来 那至少有个范本来改 总会轻松多了 OK 然后有点像天空题 把那个 你有一个范本对的 把它改成你要的那个样子 试试看